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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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着急 你听我说 你 你的玉佩 怎么和我的这么像啊 是不是一对啊 放心 不是一对 另外一半 在我十三多年的哥哥身上 你快走吧 要是我妈看见你 会生气的 来快点 那我 来就要对啊 我已经是天亮明了 你不懂 你就不懂 你有什么 我的天亮 她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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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 你不懂 你看 这是我们荣家的传家之宝 我妈去世之前说 今后要交给她的儿媳妇 以后还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自打见了苗宇 苗宇妃 我总怕她去找石垣 你就那么不自信啊 她是个帮大款的女人 我怕争不过她 画石垣怎么样啊 她啊 悠悠郁郁的 看样子啊 苗宇妃还是没去找她 照这么每天送一束兰花 她早晚得倒进你怀里 我今晚约了她 其实这段时间挺想你的 可是 多想等你自己走出那个阴影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今天实在忍不住了 才约你出来的 谢谢你珍珍 谢谢你对我的理解 为什么不和过去画个句号 我们开始新的篇章呢 也许过去太刻骨铭心了吧 珍珍 谢谢你 给我些时间吧 给我些时间吧 好看吗 漂亮 真好看 漂亮漂亮 真漂亮 阴谋 阴谋 阴谋啊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妈 您知不知道 我们家老头子现在在外面 用不怎么光明正大的手段 把华运给搞垮了 我知道 她在家里欺负我们老母少儿 那您知不知道 她在外面 还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 这我也知道 那我问您 是不是应该站在正义的一边 嗯 对 您是不是应该站出来替天行道啊 好 所以啊 我们要把仓库里面的金兰 全部交出来 这办不到 这个呀 妈妈就无能为力喽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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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想不想抱孙子吧 哼 要是娶不到他 我 我这辈子就不娶了 啊 威胁 你这是威胁 哎呀 妈 这怎么能是威胁呢 我呀 正是求您呢 哎 哎呀 这妈不帮忙 谁帮忙啊 妈妈 我就知道 您一定会帮我的 我以为男人处事 都是拿得起放得下 可是你对与飞 珍珍 不要再谈这个话题 我们换个别的话题好不好 好啊 那 你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 哦 这儿挺漂亮的啊 是啊 哎呀 现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人们 不把这个目标 放在名和力上 那该多好啊 这个城市的美丽 和任何人的猜忌之心 名利之争 不是很大调吗 哼 你还不知道吧 华韵公司 出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 华韵公司怎么了 他们被人算计了 光违约金 就赔了三千多万 那雪儿姐不是很难过 是啊 你认识玉雪儿啊 才认识不久 她人挺好的 哎 你们同在商界 应该打过交道吧 本来想跟他们合作的 但是没有合作成 听说他们母女两个 挺能干的 嗯 那你最好不要认识她 为什么 我怕你被她迷住 我是那么随便 就能被别人迷住的人吗 啊 不知谁那么卑鄙 怎么忍心陷害她 哼 我跟你说 我最讨厌生意场上的一些人 没有什么本事 只会不择手段去害别人 特别讨厌 你给我听好了啊 没有我的指示 谁也不能动仓库里的金兰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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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吓我一跳我真是呢 哎 忙着呢 我可不是忙着了吗 这么多事 哎 我跟你商量件事 你跟我商量个事 咱俩不用商量你说吧 我呀 最近想举行一个笛子演奏会 笛子演奏会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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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什么用啊 不给点费用啊 要多少 不多 就三百万 三百万 哎 这个是合同 哎呀 合同我就不看了 你说我往哪签字吧 哦 就这儿 这个是制锦飞 制锦飞 你说你没事弄个笛子干什么 这后头 是乐队的费用 乐队的费用 乐队的费用 还是这 灯光 灯光 化妆 化妆 这后面是 行了行了 啥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我都给你签了不就完了吗 这这 没事搞什么笛子音乐会 你说你搞个钢琴嘛 还高雅一点 笛子音乐会 好好好 好了吧 行了吧 那我就筹备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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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回来 干什么 来来来来 干什么 拿过来 你说你拿我这文件干什么呀 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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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我走了 好 走好啊 妈 怎么样 怎么样 老将出马 还有步行的吗 好 谢谢妈 我再重复一遍 餐库里的金兰 我不亲自去 谁也不能提走 哎 就是有我的签字 也不行 听明白了没有 哼 咱干脆把话说明白 金兰这批货 你坑害别人的公司 我不问 可是你害的 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哼 未来的儿媳妇 她小子做梦去吧 人家是化学博士后 商场上的著名女企业家 能够瞧得上她 哼 这桩婚事成不成功 我不管 反正金兰这批货 你得让为之拉走 我要是不给呢 你别忘了 中环的财产 有我的一半 你不是要跟我分家吧 分家有什么新鲜 这批货要是拉不出来 我 我们就离婚 妈 你看你越说越离谱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老爸呢 老爸用不怎么光明正大的手段 把人家化孕给搞垮了 别以为我那么好欺负 离婚的后果 你清楚 爸 我厌恶比试生意场上 不择手段坑害别人的做法 你们要干什么 想造反 你们都给我听明白了 整个中环都可以拉走 但仓库里的金兰 一点都不能给我动 好 钢子 你看 来 别喝着 好 各位同仁 十几年来 承蒙各位的真诚合作 辛勤劳动 花运公司拓展了市场 创出了知名品牌 但是 由于最近一次运作上的失误 明天 为一笔数目不小的违约赔款 本公司将正式宣布破产 这样银行工商等部门 就会来清查封存公司的动产和不动产 刚才 我已经通知了财务处 给大家发三个月的薪水 我知道 这点薪水 比起你们这么些年 对华运的功劳 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直到是我们母女 为大家尽的最后一份力 我和我母亲 衷心感谢大家 这么多年来对华运的支持 祝愿大家 今后更加发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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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婚先孕 传统观念 社会舆论 你受得了吗你 我不管 明洁 我相信她是爱我的 我要带着我们的孩子等她 三年 五年 八年 哪怕是十年 也许有一天她会回到我的身边来 你傻不傻呀 我要研究出一种香水 如果我分道赶出一番事业 它就会回到我身边来 明洁 你得帮助我 如果我研究成功了 这香水的牌子就叫瑞兰 行 办完了 员工们都不愿意走 表示要和公司共荣辱 我劝了半天才慢慢好了一些 只有一个人不肯领薪水 也坚决不走 谁 余总 我能进来吗 进来吧 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 可是我真的很想为你做点什么 你坐下吧 是你不肯领薪水呀 我不走 可是你要知道 我们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 我相信你们会重新开始的 余总 闭回心好吗 您是个坚强又有才能的人哪 谢谢你 可是我记得 你是带了一个孩子生活的 禁忌上并不宽裕啊 我还有一点积蓄 应该能支撑一段日子 七年前 在我作为一个卫宫妈妈 到处找不到工作走投无路的时候 是您的理解和扶持 才让我 这份感激一直藏在我心里 公司在这种生活中 请您不要拒绝我好吗 好吧 你就留下来吧 爸 爸 我最后再求你一次 您就看在女儿的份上 让哥哥把库里的货拉走吧 生意上的事儿 你不懂 不如说 阴谋诡计我不懂 签吧 什么 离婚协议 好吧 咱们法庭上见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山里的石头不唱歌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嗯 嗯 爷爷 嗯 其实我来跟你告别的 嗯 嗯 嗯 我的钱 已经攒够了 哦 哦 这么快啊 爷爷 其实我也舍不得您 啊 是啊 那以后 就多来看看爷爷啊 嗯 嗯 一定会的 嗯 嗯 来来来 爷爷 有的时候是很孤独的 这段时间你不吃不喝 好 你看你 人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只剩骨架子了 你也太夸张了吧 瞧她说的 什么夸张啊 你们男人就是粗心 你把公司那么一交 轻松了 不过啊 你妈妈说的也对 你是要注意 啊 嗯 要是你真的感到累了 干脆就去疗养几天 哎 这也是啊 哦 快点多吃点 吃这个 这个好吃 啊 妈 有件事我想问您 什么事啊 我走以后 您见到雨飞了吗 哦 诗远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看到雨飞了 嗯 嗯 她说什么了 可惜 什么都没来得及说 她还好吗 她结了婚 还有了一个孩子 哦 哦 妈 她拒绝我 和母子情深有什么关系啊 她这么说的 不 是她朋友这么说的 请喝茶 还有 我给她写了那么多封信 她怎么一封信都没收到啊 既然都结婚了 还说这些干什么 啊 啊 谢谢啊 我来 你去吧 你去吧 哪里 我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找我吧 我去吧 出大事了 世元 玉敏芝说 明天就将正式宣布 华运公司破产 你出来一下吗 我现在被债主包围了 求你别添乱好不好 你们干吗 你是中环的人 请转告荣总 另一半款我下午去取 我们进去吧 志哥 车找好了 兄弟们呢 都在库房那儿等着呢 走 这些一定要等你去 好的 你来 来 看见这些 这些 好的 宣布要等近 来 这些 还有这个 都等近清楚 好 好 记清楚了吗 嗯 好 这个要用几手 还有这些 你接吧 好 妈 要不您先回去 不 雪儿 就是胳膊断了 要吞进肚子里 不能让他们看笑话 嗯 这儿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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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查过了 好 好 那个厂房还有一些 啊 我知道 我们走 好 好 走 怎么了 有重要的事吗 没什么 是孩子老师来的电话 老师说什么 说让我去一趟 男孩子调皮 那你快去吧 可是 我想留下来陪您 去吧 也许这里一会儿啊 我们也待不长了 你快去吧 有我陪妈妈就行了 那我先去了 去吧 大哥 怎么办 砸吧 好 叫弟兄们给我装 一片也别给我留死 好嘞 快 快点 快进来 快 给我搬走 好 往下搬 快点 好的 好的 我知道了 余总 刚才接到中环荣总的电话 他愿意帮您还掉违约赔款 他是不是让我把金兰的商标给他 是的 他另外再加两千万 告诉他 就是再加一个亿 这也不可能 查封 好的 来 等一等 先不要动 余总 这位就是我们 瑞丰公司的总裁 华世远先生 余总 这位就是我们 余总 您好 想不到这么年轻 余总 您好 雪儿小姐 久仰了 你好 那么你就是债权人喽 正是笔人 吕瑞乔 华运公司 欠你们多少违约金呢 三千五百万 正是笔人 华总 这怎么行啊 这 余总 这事您就放心吧 现在可以收兵了吧 华元公司的违约赔款已经交轻 辛苦各位了 雪儿 我已经把所有的金兰都给你送回来了 你现在可以滚回去了 怎么说话呢你 你在跟谁说话 你们中魂搞什么鬼 滚吧 走 容大少 请转告令尊 华运的破产危机 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这边坐吧 好 请吧 雪儿 请 到底怎么回事 您来晚了 那小子谁啊 瑞丰总裁华诗远 他帮我们交了全部的赔款 雪儿 你走吧 大哥 您消消气 好 百驾子 吃里扒外 我要跟他断绝关系 我要提前写遗嘱 一个蹦子都不给他留 是你给他出的主意 砸门抢货 我出的主意 我这个傻女人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呢 嘿嘿嘿 小妹啊 重一点 重点舒服 全是你惯的 依我看的 全是你逼的 小妹 走 好 知道了 大哥啊 金兰的货已经拉回来了 那余敏之破产了 那余敏之破产了 对 但他的违约赔款已经付清了 他哪弄得钱 不早不晚 是瑞丰画师园那小子送去的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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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兰归瑞丰了 大哥 那今天还去墓地吗 车在外边等着呢 我还去 余总 这个时候你提出合作 不会是因为觉得欠了我们人情吧 不是 你们上次送回了金兰的配方 这次你又 我说我要还请 可实在是亵渎了华总的义举啊 瑞丰在商界的口碑 是诚信诚实 不欺善 不巨恶 谢谢你的夸奖 我想 如果我们携起手来 一定会把金兰 推向一个新水平 推向世界 世元 我看不能辜负余总的一番美意啊 余总 瑞丰绝对没有觊觎金兰之心啊 这我知道 可是商界的同仁不知道 如果我们今天达成协议 明天 他们就会 把我退还配方借给你们赔款 说成是居心叵测 更有甚者 他们会说我们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或者 说我们是成人之威 在利益和名誉面前 我更看出后者 好 那 华总的意思是 我们永远都不能合作吗 不是永远 起码现在不行 好 那就再等一等吧 华总 你就叫我世元吧 我真的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也许是有缘吧 你给我的感觉也很亲切啊 雪儿 以后要好好地向世元大哥学习啊 怎么到现在还不出来 出来了 看他们俩还聊得挺热乎的 那就是华世元 原来是他呀 余总 您看是不是把康然早点找回来 不用 让他们母子再好好相聚几天吧 那也好 那我先走了 行 不送了啊 有什么事打电话 好 再见 再见 敢走个康然 杀出个华世元 要不 再找个良妞整一下华世元 说话也不动脑子 华世元可不是康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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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向前 见见你悠悴的容金伯伯 今晚 你骂我吧 惩罚我吧 大哥 该回去了 您在这儿待了快两个小时了 大哥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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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因为她学习成绩好 作业也按时完成 所以我才疏忽了 应该怎么办呢 忍清楚 狠点 让她长记性 每次打她我都心疼 孩子就像小树 不简直 她怎么成才呀 有个孩子不知羞 没有爸爸瞎吹牛 今天牛皮吹破了 小姐 麻烦帮我查一下卡城有多少钱 可以 稍等一下啊 输一下密码 给 醒了吗 可以了 十万 都有龙卡了 别不是容易标贿赂你了吧 无凭无据 凭什么说别人贿赂啊 有发现吗 没有 有没有证据 就全靠你了 你这个叔叔还挺大方的 他 据我所知 他还资助过贫困生 你记住 容易标拿出一丝半点的善意大方 那也是中环的钱 他这个人 只会往自己的怀里边搂 你让他拿出半个字 就算是孤鸣钓鱼 那也是我们家老头子的旨意 更要记住 容易降容易标 都是生意场上的人 你让他们拿出点钱 比放他们的血都难受 小姑娘 你就慢慢地掌学问吧 来 过来 那个假爸爸是怎么回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